一五六大浪 超狂大浪打上堤防 喷出将近十米高度的大浪 让拍摄民众几乎真的好可怕 是进步了 好恐怖 墙台山坨而来 湿汹汹直逼南部而来 在台东富岗渔港逼出狂浪 就连打上岸边的石头 也跟篮球一样大 这一阵一阵啊 见些性的雨 应该会有 绿岛沿岸风浪明显增强 浪高四米 高雄西子湾大浪 直接打上马路 民众近距离关浪 拿出手机记录 惊险时刻 那么在西子湾这一边呢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大浪 整个打过这个堤防 而在近距离防消波块 这一边的浪高的 甚至可以达到两米高 海巡署严防民众驻留 拉起封锁线放置三角椎 不让民众逗留 但在屏东香蕉湾 大浪直接打在民宅前 还有游客撑着伞 站在护栏边好奇观看 海边浪高危险 临边居民就怕水淹家门 前一天全冲到乡公所抢沙包 准备一些沙包 还是五百多个 还是百姓觉得不足 预定今天会装这一千七百包 国军帮忙装沙包 民众因应台风 但山坨台风来势汹汹 风雨大浪难预测 便因为好奇 灌浪停留 一面发生危险 记者夜阵宋沛成 黄书红林志慧 张春华综合报道 我是哈岩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 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国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